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的遗体 今天从上海由专机静怡到达北京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滬宁、韩正 丁薛祥、李强、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到北京西郊机场迎领 并向江泽民同志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蔡奇和智三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同志 江泽民同志亲属从上海护送江泽民同志遗体 回到北京 北京西郊机场 国旗半锤 气氛庄严肃目 黑底白字横幅上写着 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 兄配白花 币带黑沙 神情凝重地在停机坪肃立 十五十五十五分 在护江泽民同志遗体的专机 缓缓降落 在第一回的哀乐声中 十二名领兵 台户安放着江泽民同志遗体的灵鹫 缓缓降落 缓缓走下专机 行进至 迎领队伍正前方 四名领兵 习近平等 向江泽民同志遗体 三举功 目送灵鹫上连车 之后 智商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和江泽民同志亲属 护送遗体 前往停灵处 再经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再经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 也到北京西郊机场 迎领 当天中午十二十十分 启陵仪式 在上海华东医院告别式举行 智商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智商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上海市有关负责同志 江泽民同志亲属 和生前友好医护人员等 向江泽民同志遗体告别 并护送灵鹫到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各界群众在沿途送行 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 十一月三十日 在上海逝世 享年九十六岁 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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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温定